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寻亲之旅 然后这个寻亲之旅竟然变成军构之旅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大洪流 滚滚往前游 可是很多人在中间宰夫宰臣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之前好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之前拿完 等一下台大名誉教授张宁针 也会跟我们电话连线 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两岸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这个周末 蔡英文寻亲之旅 最重要的一站 其实她前前后最重要 就是跑到美国去过境 大家都知道 那结果呢 跑到美国去过境之后呢 讲什么呢 她在夏威夷的时候 跟美国智库 东西中心的学者专家 就十九大以后的两岸 跟台美关系 进行讨论 但是最重要的 根本就是在谈均购嘛 美方从到尾 一直在讲均购 她说中方 近几年国防预算投资 都是两位数成长 台湾呢 你要能够注意到 台海军力失衡的问题 很严重啊 这是台湾生死存亡啊 蔡英文总统说 未来每一年国防支出 都会跟着我们的GDP的增长 会增加2% 她的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的GDP 就是一年增加2%啦 如果当年 我还另外要买均购呢 就还会再增加1% 就变3%了 这样还不够 不用怕 如果有重大对外军购采购案 当然就是对美国采购案 还会再动用特别预算 所以 这个就是寻心之旅 变成军购之旅 而且这个支票 是没有上限的空白支票 预方委员 她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 你知道 因为她在总统竞选期间 蔡英文公开的讲 我们的国防预算 应该要合乎GDP的3% 因为很多年来 美国人都这样讲 都这样的要求我们 马云九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马云九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为你知道3%的话 是多少钱吗 是一大笔钱 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我先这样讲好了 国防预算大概一年 大概100亿美金 再稍微多一点 3000亿 3000亿 3200这样子 你现在如果 那这样的国防预算大概做 大概占了差不多1.84左右 1.85这样左右 如果占到3的话 那你这个钱要增加多少钱 4、5000亿 差不多快5000亿 对不对 我们有那么多钱 有那么多钱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防预算 大概都是1点多了 2以上的都很少 说3以上的 达到GDP百分之三 这是非常少的国家 那要讲一些 因为他这样讲了以后 所以他现在到了美国 他要做解释 所以他每年要增加大概3% 如果重大均购 就会增加到3% 他3是以1点 大概84 1.86去乘以3 这样加出来了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很快就被发现吹牛了 马英九下来的时候 是2017年 就是去年 去年编出来的国防预算 编到今年使用的国防预算 大概是1.86 1.86 那蔡英文现在上来了 就上个月才公布的那个预算 是多少呢 是1.84 所以他比马英九的时候还更少 因为我们的GDP增加了 所以你没有跟着拉上来的话 你就变得更少 所以蔡英文自己知道 他吹牛被戳破了 所以现在到了美国的地盘上 他不得不这样子讲 所以我会增加2% 而且还有个特别 如果中大的均购 我就加1 那这个特别预算 以前也有做过 我们也有做 譬如采购金黄和战机这些 他们就动物到这样一个预算 那那个特别预算 一般来讲 马政务的时候也是告诉对方 因为美国一直说 你一直要买这个买那个 可是你钱不够怎么办呢 说我们都告诉美方说 这样子如果买潜艇 或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这样的武器系统 那我们可能就会增加这样子 不过整个要 回来要讲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3000亿出头也够用 你不见得消掉3% 很重要一件事 你把两岸关系搞稳定 那马银九的时候 很少人去嫌他国王预算太少 原因在哪里 看不出会打仗 你现在蔡英文上来以后 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 这个时候美国人更有理由来压迫你 你们现在关系变得很坏 对不对 你现在国王预算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那这怎么回事啊 所以蔡英文去讲这件事 其实说老实话 可以延伸出很多 跟两岸关系有关的东西出来 所以施诚 因为两岸不好 所以更要买军购 然后因为美国不高兴了 所以要留一个 哎呀我有特别预算 讲多少钱 我跟多少钱根本不是关键好吗 中华民国很悲哀 是全世界唯一的卖方式场是中华民国 如果你要我们编列多少预算 可以请卖给我们中华民国实用的武器 而不是要买你美国要卖的 或是美国军火商要卖的 如果你要卖我们最新积任武器 我们真的可以考虑多变一点 F35卖我们吧 钱件做给卖给我们吧 一些我们需要的卖给我们 美国会卖吗 不会啊 卖一些他们军火商的需求 我们编再多的钱 也是买他们要卖的东西 请问一下 这样子对我们所谓的 我们中国时报讲的 加强防御台湾有帮助吗 还是增加你政权的稳定性 还有你军火商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要我们花这么多钱 最后结果买的是你需要的 不是我们 你需要卖的 不是我们需要买的 问题在这里 所以美国 我觉得它是很糟的 就希望两岸之间 最好是越有冲突边缘 它越可以得到好处 蔡文总统呢 他过境夏威夷 他还说什么话 他说要特别感谢墨建 还有夏威夷州的国会参与 国会议员参与了夏威夷在台湾人心目中有重要的意义 在南岛民族交流 夏威夷是台湾原住民取经的对象 期待未来要在合作的基础 然后要怎么样 美国跟太平洋国家发展更紧密跟全面的关系 然后说我们台湾是一直是美国可靠的伙伴 然后攜手才能让彼此更好 太平洋区可以是人类文明的指标地带 反正什么样的好话都说了 然后墨建他说什么 他说我到台湾很多次 这几年看到台湾的民主更加强劲 真的吗 墨建 你真的同意我们的国家立法 塑及既往有罪推定 你觉得这叫做民主更加强劲吗 那你觉得太阳花占领行政院 占领国会也是民主更加强劲吗 他说最重要的关键字 他说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不受威权的束缚 人跟人之间交流是台美 在安全跟贸易交流外最重要的核心 这些话里面为什么突然间跑来两句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多么热爱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政治态度跟立场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30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 他的政治认同立场是什么 认同在20到29岁的族群里面 有71%否定他自己是中国人 好那一般台湾人已经很低了 是50.2%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44.7%否定是中国人 可是在年轻人里面有71% 30到39岁有50.2%是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越年轻的人就越没有中国认同 就越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 而这样的认同 这样子的倾向 这样的立场 末见是觉得 哎呀实在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问题 主要是在于 他其实 他的政治体系 就是我们台湾非常了解的 就是说他的选举需要花很多钱 那他花的钱的惊人程度呢 这个是台湾不了解的 就是说因为美国的那个选举 他因为国家非常的大 他必须要投入大量的广告 所以呢 他的很多的利益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他的一些官员 他在的一些职务 或者是对一些台湾的关系 为何他对军售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有军火商的利益 而这个军火商呢 他就可以绑住一些民意代表 甚至有一些官员的职位 在背后也是代表了这些军火商的利益 所以其实也并不是从蔡英文上台 或者民进党当政开始 就是我想所有跟美国人有交往经验的 像我们这种做过立法委员的人 你只要去美国访问 不管他什么层级的人出来跟你讲呢 讲的单一主题就是军售 真的很恐怖 那也不管是两岸关系好一点或坏一点 可是刚才预方委员讲的有道理 就是说如果两岸关系好一点的时候 他们切入的方法无法这么的直白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给你施加那么多的压力 可是呢两岸关系只要不好 他就可以一直恐吓你 他就可以说你看两岸已经失衡了 懂种 简单讲啦 用个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说 你就又要该缴个保护费了啦 可是今天对我们台湾的困境是说 你就算缴了再多的钱 你就算解决了美国现在他的一个 这个利益纠葛的体系 他的军火商 他花钱去养这个政治人物 民选的这个民意代表 甚至某些职务也是由他所控制的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 就算台湾被他这个得逞好了 台湾缴了这个保护费 我们真的会得到保护吗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美国还是可以两手一摊说 我们也是个民主国家 70%的人他们不愿意替你台湾的问题去打仗 那你到时候两岸一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卖5G给你 可是他的人完全不要来帮你服务 帮你保护的时刻 那台湾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首先我觉得大家要认清 美台关系特别在军售这个关系的本质 那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本质之后 他们去讲说台湾如何如何 我觉得那个就是符合民进党的一种话术 固然你可以讲今天年轻人 他受到很多的原因 他不太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个我觉得能理解 但另外一个角度 你如果去问这些年轻人说 那如果两岸马上要发生战争 请问你们有多少人要去 为护卫台独而战 或者请问你们有在和平跟战争的选项 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为台湾独立 来捍卫不习一战 那那个数字又一样很低啊 他既不要承认他是中国人 因为他不承认他是中国人 他觉得没什么风险 可是叫他要捍卫台独而打仗 年轻人也不愿意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来讲 对年轻世代来讲 最矛盾的题目啊 就是现在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处在一种矛盾纠结的一个处境 而前途茫茫 可是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执政者造成 他修改教科书 他所作所为去中国化所造成的 可是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 莫健他说的是特别赞赏 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不受威权的束缚 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是这样子来鼓励这样子的一种思潮 71%的台湾年轻人 30岁以下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 那张教授你怎么看 蔡英文到美国去 而莫健对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不受威权束缚这种赞赏 从最近的民调里头 你其实是可以看到 整体的民调 从去年前年开始 这个民调就看出来 台湾人绝大多数 差不多至少有半数 这个前两年 就是说有未来 台湾是会被统一的 我们支持台独 可是我知道我们会被统一 到今年的前个月的这个民调出来之后 你看得更清楚 有62%以上的人说 如果在两岸关系未来的安排里头 你觉得哪样是对台湾最有利的呢 他会说62%的人说是统一 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只有26%的人会说 独立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你从这个民调的走向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人其实是 知道目前两岸情况的严峻的 台湾人是很务实的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从满清割台 到后来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台湾人他的态度是怎么变的 你可以知道谁的势力强大 最后台湾人 就会务实地跪向那一方 这个周末在上海呢 有两岸交流30年的研讨会 中天的大老板蔡衍明 他有致辞 其实很多人大概很少听到 蔡衍明讲话 他讲话非常有利 他先讲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 你听他讲 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 因为满清的不败 被割让给日本 又因为勘战的胜利 重回祖国怀抱 无论从历史 血缘 文化 等等事实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一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本来就同属一中 也就是说 两岸的宪法 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所以 所谓一中定位 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台湾是不是中国 他从满清开始讲起 刚刚张老师也是讲到 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吧 那民进党在干嘛 民进党现在就是在经营他们的选票 所以你看 他经营选票的步骤 你在煞风急 董哥 就是像马凯所讲的 经营年轻人选票 经营媒体的选票 莫建讲 30岁以下年轻人 是 你看一群记者去 跟着蔡英文这么好的机会 像我当记者 总统就在我旁边 我一股脑把想问的问题都问了 对不对 对 譬如说谢志伟要不要下台 敢把中华民国拿掉 你今天出国是用中华民国总统出去 你的外交官在外面要把你拿掉 我来问你啊 他应该用民主实体出去 是啊 民主实体 是啊 就是这样 一般人都安于现状 所以希望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的对立面是什么 就是被统一改变现状 大家都陷入这个错误的迷思 其实错了 大家都陷入一个什么 就是说我要维持现状的话 那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独立 不被统一 我们独立 这个独立是最好 没有战争的独立